谢谢大家点选2020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新规定交战手则第六期 这一期最主要讲的内容是有关于最近财政部公布的两号解释函令 一号是有关于廉价购买利益 另外一号是有关于IFI-15公报下收入列在税上处理的方式 这一则我们介绍的是有关于财政部在108年4月份 公布盈利是因为购买股权财商所产生的廉价购买利益税上的处理方式 最后解释函令主要的内容是公司取得他公司的股权 被投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如果超过我们的投资成本 在财务上的投资年度会产生一个廉价购买利益 但是在税务上呢 因为我们只是仅取得股权而已 对于税上其实是一个未实现的利益 在申报盈利事业所得税的年度 原则上应该要占外调检 不用予以磕税 但是什么情况底下这个利益会实现需要磕税呢 请大家看一下下一页的slide 这一页slide说明的是财政部在103年4月份公布的另外一号解释函令 这一号解释函令最主要是提及说 公司因为合并取得 消灭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超过投资成本的时候 财务上任务的廉价购买利益 要从合并基准日五年内平均记录盈利事业所得税区科税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取得另外一家公司股权还没消灭 也就是说还没把消灭公司并进来我们的合并公司的情况底下 这一块的廉价购买利益在税上就是属于未实现 但是如果取得了股权之后再予以合并 这时候这个廉价购买利益税上就会是实现的时间点 这一页的内容主要是提醒公司取得另外一家公司的股权 之后如果处分的话 相关的处分的利得 如果是属于证券交易所的 需要依照我们的所得税基本条例予以课税 这一页开始我们会说明 IFAS15收入认列在税务上相关的处理规定 财政墓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公布了一个解释函令 这一号解释函令主要的内容在规范 盈利事业快递事项如果从107年度起 采用新的财务报导准则第15号公报 那原则上是依照这个财快公报 去认列相关的合约收入 那跟相关的成本计算 但是如果有一些旧的合约 或还没有履行完的合约 如果是用新公报跟是用旧公报 收入认列会有不一致的话 原则上我们的旧的合约 跟未履行完的合约 还是依照旧的公报 去认列相关的收入跟成本费用 这一块规定的目的 最主要是因为避免掉盈利事业 去做前期损益调整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相关的类似的规定 其实在我们的盈利事业所税查核准则 第24条跟36条之2 针对工程损益的计算 还有融资跟营业租赁的计算 都有类似的规定 那但是我要在这边特别提醒的地方是 我们针对收入认列部分 我们的查核准则部分 15条之3有另外额外的规定 它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现在有 随销后附赠的礼券 奖励基点跟保固服务部分 那该附赠的部分相对的收入 还是要在销售的时候 就直接在税上认列收入 不可以遞延 所以这块期跟财块的规定 还是有所不同 请大家特别注意 感谢观看